1995年2月13号 9名台湾游客造访美国大峡谷 搭乘小飞机欣赏壮丽风景 飞机却不幸失事坠毁 小飞机从大峡谷机场起飞后不久 坠毁在一片松林中 并且起火燃烧 机长在坠机前片刻曾向塔台报告 引擎出了状况 这一起意外造成7人死亡 两人重伤的惨剧 当时美国大峡谷已经发生多起 小飞机坠毁的事故 在15年间至少有12起重大空难 罹难乘客超过90人 虽然今年经济不景气 但是没有影响到民众 出国过年的兴趣 在中正机场出国人数 高达三万五千多人 1999年2月13号 当时的中正机场出国人潮 创下了20年来 单日出境人数的新高记录 新政院长肖文长 在交通部长林峰正的陪同下 中午到机场巡视 对于各航空公司 配合增加班次 顺利输入旅客感到满意 并和民众亲切问好 小飞机址 小飞机址